哇塞 这么大的肉 那你们就错了 台湾泡面的升级版第二期 把这名字爆出来 台版 大陆版 等一下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 好吃 马汉大餐的话 它总共是有几个口罐 它真的是一块一块的牛肉 Hello 大家好 我是当当 我是当当妹妹大力原资 大力原资 大力原资 妹妹这自信劲 怎么搞得跟她的频道一样 好久不见 好久好久好久 多久了 过年 你记得过过年 咱们举个龙 那个给大家拜年以后 妹妹就再没出现过 然后我们去了个台湾 去了个美国 她就不能去呀 我想带你来着 但是粉丝都敲碗很久很久了 今天就让妹妹出现啦 但是大家如果觉得我们 什么都没拿 是拍这种素素的讲话的 那你们就错了 看今天要拍的是啥呢 这个角度 等一下 我们今天要拍 这样台湾泡面的升级版第二期 对第二期 因为上次跟妈妈拍完那个以后 就是大家反响都很好 但是有给党当留言 没有最好最厉害最厉害 然后台湾粉丝都推荐的那个 这个 反正名字爆出来 满汉 大餐 哦大餐不好意思 对满汉大餐 没事你今天拍完你就彻底记住了 大家都推荐这个 然后我们就说一定要点吃一次 然后就做了个第二集 但是第二集有点区别 只有俩人 妈妈不在 去 把妈妈拿过来 你们去看 妹妹说 因为我刚刚跟她说 哎呀今天缺 挡挡挡妈妈 然后那个大力圆子就说 有呢呀我去拿 这个是上次大力圆子给我们做的 然后她说 好吧妈妈人没在 拿个这个牌子 我补充上 你快坐快坐 妈妈今天去宝鸡 打乒乓球比赛去了 我的妹妹今天来 哎大力圆子 你记得咱们上回吃的是拿几种面吗 大力 维利 维利 维利什么面 维利炸酱面 对维利炸酱面 还有呢 还有那个嘛 你记不记得我问大家 为什么那个是橘色 那个统一 哦对 统一那个肉燥面 对对对 哎 还有啥 维利炸酱面 统一肉燥面 完了 咱俩真太不专业了 好上一次的不重要了 这次主要是这次 因为今天光想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你们一定一定非常熟悉 就是咱们台湾就是每一个便利店 每一个超市 每一个地方都买得到的 这个就是排版 哦对 我看到里面有这个 繁体字 其实对于大陆人来说 怎么样区分一个商品 它是台湾的东西过来的 还是那个厂商 在台湾有在大陆有厂子出的 大陆版的 就是看这个商品上面 是不是纯繁体字 如果都是繁体字 一定就是台湾的啊 背后也是啊 这个生产器 对对对 这里 好 然后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就不多说了 在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大陆的网络上面买的 大陆版的满汉大餐 因为好像是这个品牌在大陆也有做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是买不到的 然后它就是纯在大陆地区上 上市就是卖的 对对对 我感觉这里它还装上标注的有台 哦 台式 对对对 你们看一下怎么样区别 就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今天才注意到 这有一个台式半斤半肉牛肉面 就是如果它是在台湾买的 不可能会再写一下什么 它是台式 反正大家看一下 满汉大餐的这个logo品牌是一样的 哦 对 你再看有什么区别 我们吃一个三个 包装上面就是满汉大餐四个字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个属于logo嘛 你字体什么的 人家是有专利的 图呢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一样的 冲烧牛肉面 但是它是烧是反体字 这个就是简体字 对 这种盒子看上去好像差不多吧 盒子也一样 这个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大了一圈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因为你知道这个牌子为什么这么有名 在台湾的名气也很大 是因为 你看 这上面不是画的这个 牛肉 牛肉嘛 它里面是真牛肉 不是只有只是牛肉味的 也不是那种小小的给你凑合一下的事情 但是 我们还是要吃了才知道 现在就拆 可以 拆 你拆这个可以聊日 我去烧水 去烧水 然后 等一下 这个还挺可爱的 你看 它那个是菱形的 这个是圆的 对 这个是个 小青形 然后这个也是圆的 这个还挺可爱的 我刚刚才发现 上次跟妹妹还有妈妈吃的时候 咱们不是用的是煮的 对 对 然后我们还加什么青菜蛋 今天就想说 就感受一下 它用这个泡面筒 直接泡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然后里面的料到底是不是足的 我们来测评一下 好吧 烧水烧水 好 姐姐 马汉咱们这现在有三个好口味吧 对啊对啊 马汉大餐的话 它总共是有几个口味 你说在台湾有多少口味 对 嗯 嗯 因为平时我也不是很常吃泡面 大家来给妹妹解答一下 应该不多 因为我觉得台湾卖这些东西 它不会弄太多那个花里胡烧的口味 就是比较经典的 和传统 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到底有哪一种 因为我只知道红烧葱烧应该就是最基础款的 那我还想知道他们最喜欢吃哪些味道 嗯 那问问大家 反正我 我就知道上次的那个留言 好多人就都提到这个 我觉得应该就是以我对台湾朋友的了解 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经典的那种口味 就你出再多那种 还是最喜欢那种经典的味道 水好了水好了 这个打开咯 这个肉料包感觉牛肉料理包 嗯 它是那个实的 对它是那个就是那个液体版的 好大 这个这个 这个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很熟悉了 我就别在这展示了 这个是统一的 对啊它是统一 就是 诶上次哦肉脏面也是他们牌子的 对 一样一样 对那我就感觉上次少吃的感觉就是它 对 对啊人家最主打的品牌面吃 然后这个是大陆版的这个 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撕 这个口不如这个好撕 不要翻车在这里 你小心 哎呦 哦开了开了看一下 诶好像也 没有我把这个放开 一样哎别弄混了 这个是台湾版的 哦哦不一样 对这个大气 对对对这个就是首先繁体字简体的就不说了 但是你看这个上还有一个牌子 但这个没有 哦但这个有龙 这个也有啊 哦那个也有 哦这个马汉大餐在这儿小小的 哦台版跟大陆版就不太一样 嗯还有哪一个 料油油包 对这个是酱料 那个是油包 哦大家看一下长的不是很一样 面呢 面哎我觉得有区别耶 你看一下这个是台版的 大陆版的 你能看出来吗 我告诉你我看出来 是不是嗯 有巴有差别吧 那么现场这个肉眼可见 对对对对对对 小心啊 哎它真的是一块一块的牛肉 有没有真的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就是 是不是啊 面里头是这种的真的 哇塞这么大的肉 哎这个大陆版的也是很大的肉哎 好香啊 姐姐我能体会到你给我讲的这个大块肉 有没有美的很 哈哈哈美的很 对是不是跟你印象中泡面 我们叫方便面吗 嗯 方便面的那个料理包不太一样 咱们都是那种哎最多 就是它是真 就已经被真空压 就好像是你你外带的那种外面的肉回来的 不像是那种方便面里面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冲这个肉我以后就想吃 是不是 这个肉是台版 这个是大陆版 这个好像肉大一点 要不然就是这一包 它的肉比较稍微碎一点 就是重量肯定都是 哦对它可能就是随机的 你看我这个是葱烧牛肉面 对它这个粉包里头就有很多的葱 我这个也有啊 哦我这个比较少 嗯然后然后咋里呢 吃葱会葱面 谁说的 我说的 姐姐啊 我决定把这个也给咱拆拆拆拆 好 这个写的是半斤半肉哎 半斤半肉就是在台湾牛肉面店 都会有这么一项 哎大陆是没有这样说法 半斤半肉 没有 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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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 哦对对对 咱们从来没有说过半斤半肉这个说法 大陆没有大陆没有 是我也是去台湾以后才发现的 然后台湾的牛肉面店都叫半斤半肉 然后你也可以选纯肉 也可以选纯有那种纯牛筋的 哦 这个我刚刚不小心撕了一个口的质感不一样 这个好像是塑料的 这个是纸质的 哦对哎对对对 这个是那种感觉的 嗯 嗯也是一个龙包哦哈哈哈 龙年我觉得挺硬的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龙龙年才这样 大家吃以前呢有这个 还是满汉满汉大餐都是龙 这个是它的肉包然后蔬菜包高汤包 对这里头还有个萝卜包哦对都写的是台式 那大陆版的它就会写这个是台湾的这种口味的 牌子的这个泡面 到 我突然发现一个事情 怎么 这张写的让在这个盖上预热四分钟之后再加入 哈哈哈 我们两个是不是吃错方法了 哎呀太不专业了 哦 呃大陆版的这个上面有写一个 呃放在碗盖上预热四分钟后加入 想用 呃 哈哈哈 写的那个就是水线 你看这个很明显它写的 哦对对对水线 哦看一看都是我平时不太吃那个泡面的人 哦哦哦哦哦这个是注水线吗 溢子水倒到这就行了 这个是那个大陆版台式半斤半肉牛肉面的 这个名字好长的那个高汤包 哇这个里面这个萝卜还挺美的 这个也很像就是打包回来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不像是咱们印象中那种泡面 泡面里头的那种 嗯嗯嗯 我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料包很很特别很新鲜 因为我们就是大陆人从小吃的那个泡面 泡面里面比如说它有那个豆腐干啊 或者什么的 它都是那种很干的 泡完以后它才会湿润的那种 但是马汉大餐他们这个里面料包有点颠覆我们的认识 包括它这个萝卜都是那种湿感的 就是你好像就是把你刚刚做出来的鲜萝卜 然后把它对把它包起来 然后你一拆开它还是刚刚新鲜的那个样子 姐姐 啊 你在干嘛 干啥在那儿 整错了 哈哈哈 大餐包萝卜包 高汤包 是放在这个上面 预热 嗯 然后再搅拌使用什么 哈哈哈 我想给你配一群乌鸦 哈哈哈 也不知道这个台湾人有没有认真的给我吃台湾泡面 好了太馋了 赶紧要开始吃 然后我们是分着泡的 所以就先吃这个第一个 哦 先吃台湾的 好 咱们再来看看有什么差别 来来来来来来 先吃这个 开奖了 我们快看 怎么样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大块的真实的方便面 里面的 还带着牛肉 牛肉 是不是啊 对 因为我们从来从来没有方便面里面是这样子的 超出来了我的认知了 对对对 吃一口感觉咋样 先吃肉 鲜不鲜 像不像那种 那我不客气了 你吃你吃你的 好吃 咋 对有肉有筋 面再感觉一下 这个味道好 是不是 我告诉你妹妹是都是真实的反应 好 我再吃一口 你再吃 你再吃 两个有点吃播的感觉 太残忍了 拍别人吃这个事情太残忍了 我还是适合自己做吃播 我也来吃一口 这个旁边有一点点肉夹杂在里面 好香啊 而且它那个肉汁就包的那个像卤的那个肉汤 对 然后那个肉很弹很鲜 这种快一点的 太好吃了 我说没有嚼就演下去了 下一个 干嘛 你喝喝汤吗 你喝你喝 是不是也不油 我刚吃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腻 嗯嗯 哦 好啦 我们现在要吃大陆版的 就跟刚刚那个很像的这个 葱烧 嗯 诶 好香 你闻到啊 有啊有啊有啊 这个也像 妹妹现在说她要来尝一下这个大陆版的 诶 看找了块肉 你一找一找一个准 现在笨子他来了 嗯 这个也是有筋 然后有肉 再来一大块 怎么样 已经不想测评了 一直往嘴里塞 当然我喜欢吃刚才那个 哦你喜欢吃那个台版的那个红霜烧肉 好我试试 嗯 你吃 我觉得面有点不是很一样 那个好像更近一点 嗯 对对对对 我们的那个大陆的方便面 大部分都是细的圆圆的 满汉大餐呢它是这种扁宽的 就是还挺像面的 对对对对 就是外面那种手工面的 哦这个口味比较辣一点 带点辣味 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好吃是吧 你也觉得那个好吃 虽然它都是满汉大餐 没有刻意的 一定要觉得哪个好 还是哪个不好 因为都是满汉 都是一个牌子嘛 就个人都那个 对 但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两个都觉得台版的那个是 吃起来各方面 然后现在我们来要吃这个 里面有萝卜的 这个 这个绿菜是他自己带的啊 绿菜 哎对我 妹妹关注的是说 我关注的是一个菜 这个菜很鲜哎 好像就是刚刚洗完以后 撂进去的那个菜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就很像是现放的那个青菜 对啊 你看这个菜真的很像刚下进去的 哇太像了这个 看 妹妹刚刚不太理解 半斤半肉是啥 这个看 这个就是筋 来 你吃吃看这个 吃啊 好吃 可以吃到牛筋的泡面面 嗯 这我还真喜欢吃的劲儿了 是吗 嗯 我想先吃一下这个萝卜 因为不可能在 我们之前吃的泡面里面吃这种 鲜萝卜哎 有点像在台湾的牛肉面店 要的那个萝卜 就是那个卤味里面的萝卜 很像很像很像 满足 我来喝口 都有那个肉料包 但是我感觉它都不腻 妹妹可能不是很熟 我跟你说就是在台湾 每一家牛肉面店 嗯 它都有那样的萝卜 然后是以小菜的形式 而且它其实也不太叫小菜 它就是 卤味 因为那个萝卜本身它是有一点味道的 我要一碗牛肉面 然后我再要一点卤味 切一点比如萝卜呀 什么海带呀 猪头肉啊什么的就放在一起 配着这碗面吃 猪头肉也很好吃 嗯 我看到你眼睛在发光了 好满足啊 吃了三碗面 很好吃 就是 我觉得不太像是那种 吃了三碗泡面 对 就是那种素食面的感觉 就是真的很像吃了三碗 好像刚下的面 或者是 外面外带回来的牛肉面 对 不腻 嗯 不腻 很鲜 对 对 对 特别是那个 萝卜 因为它特别是看到那个面里面会有那种的鲜的那种萝卜 你就比如说 大陆的泡面我们以前吃有那种萝卜的话 它就是很干的 然后扁扁的 然后是干的 一泡水它可能就浮起来而已 对不像那种一打开它就是那种鲜萝卜 那你最喜欢吃哪个吗 这第一个 台版的红烧牛肉面 可以的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 带萝卜那个 哦 对 就是因为这个还蛮特别的 哦 对 我也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嗯 但不知道那个台湾版里面有没有这个就是半斤半肉面 然后它那个萝卜在这个对外面都有画 就真实的 就是 哎 对 就是 就是什么我里面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就是食物与图片相符 是那种就是仓口物 你觉不觉得这次面好像是比 上一次的 好吃 嗯 我们俩都是这么觉得的 怪不得大家推荐我们一定要吃满汉大餐 哦 无广告 绝无广告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但是我真的也觉得满汉大餐好像是比维利好吃 哈哈 大家在这心事上 我们真实的说好这个满汉大餐真的很厉害 而且你看 维利它在大陆就没有 嗯 但是满汉大餐你真的想吃 你就随时可以买啊 对啊对啊 以后你再想吃泡面你就 知道买哪个牌子了吧 可以吃了哦 嗯 好啦 那今天不用抱着它把它放在来吧 我想让你给我买一点 哦好的 好的好的 那我以后回来都给你带 可以就是 必带的东西之一就是这个满汉大餐 还有那个开绿灯的那个 啥叫开绿灯 就是绿色的那个什么 哦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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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